字幕提供 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基隆的正濱漁港 這裡是相當著名的旅遊勝地 您可以看到我背後有一面彩虹的街屋 就是這個漂亮的景觀 讓非常多的遊客都喜歡來這裡打卡遊坐紀念 可是今天受到卡弩颱風來勢充充的影響 擅長是沒有任何的遊客 而且現在整個港口裡面的船隻 是全部停止的狀態 那你可以看到雨持續下個不停 那剛剛的風也是非常的強勁 因為整個基隆地區面對這次颱風 就是首當其衝的地區 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越晚風雨會越強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整個港口 它的水位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剛剛一度有好幾次 這個水是直接湧上堤防上面 那我們剛剛也訪問了在地的漁民 他們就跟我們說是因為外面的海水 在雨勢的侵蝕之下 累積的非常多都往裡面流 那流進來之後這個港口 又沒有地方可以排泄出去 那這個水就通通的浮上來 現在您通過鏡頭可以看到 它是比較安全的狀態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在這邊 為您進行現場報導 那剛剛這個畫面是真的非常誇張 那你可以看到這次卡路颱風 威力就有多麼的驚人 所以現在為了要確保 就是漁民們為了要確保自己的漁船 不會受到損害 您可以看到他們拉起了非常多的繩索 把它固定在這邊 就是要避免颱風的強勢風 把它給全部吹走 所以拉起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線 你們都可以看到 那再透過我們鏡頭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垃圾 那當地的知名說 其實前一天晚上 才開始出現這樣的狀況 原本這邊是非常乾淨的 就是因為這次卡路颱風 風勢 雨勢都非常強勁 才會把這些垃圾全部都堆滿在這邊 那我們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非必要不得外出 不要外出 今天基隆是停班停課的狀態 也要密切的持續留意 風雨的最新情況 了解卡路颱風的最新動態 而我們也會持續在風雨最前線 為您帶來現場報導 那麼以上是現場所為您掌握到的情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